第十三章,容错空间。每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做好预案。聪明的理财行为的一些最佳范例可以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找到,这个地方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当然,有这种头脑的不是全部玩家,而只是一小部分21点游戏玩家。对一般人来说,他们的算牌方式体现了理财策略中的一个关键容错空间的重要性。 21点算牌的基本原理很简单,没有人知道发牌员接下来会抽到什么牌。 但是通过统计已经发过的牌,你就能知道牌堆中还剩下哪些牌了。通过这种方式,你就能计算出接下来某张牌出现的概率。 作为玩家,当你需要的某张牌出现的概率很大时,你下注更多,如果这张牌出现的概率很小,你下注更少。 21点玩家具体是如何计算概率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玩的是一种概率游戏,其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任何一手牌,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算对的概率很大,另一方面知道算错的概率也不小。 考虑到他们对21点游戏的专业性,你会觉得这有点奇怪,但他们的策略完全依托于这样一种自我认知。 自己不知道,也不可能准确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对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 算牌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让概率上的优势从庄家略微向个人玩家倾斜。 但即使玩家觉得情况对自己很有利,于是下了重注,一旦猜错,损失也可能非常惨重,导致他们无法继续游戏。 在任何时候,玩家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去投入手中的全部筹码。 这个世界不会对任何一个人那么友好,总之,这种好运是不可能持续的。 你必须给自己留出犯错的空间,并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做好预案。 打败庄家一书记录了一个名叫凯文·刘易斯的21点玩家的成功。 他如此阐述这种理念,尽管算牌从统计学角度看是可行的,但他无法保证你每次都能猜对,更别说每次都能全胜而归了。 我们必须保证手上还有足够的钱去应对运气最差的情况。 假设你的赢率比赌场的高大约2%,这意味着赌场仍有49%的机会获胜。 因此,你必须留有足够的钱来应对任何对你不利的波动。 根据经验,你应该至少将筹码分为100份。 比如,你有1万美元,那么每次都可以拿100美元从容的下注。 纵观历史,很多原本高明的见解都因为超过了度而变得和那些糟糕的主意没什么区别。 为促留出余地的行为的智慧就在于承认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概率一切未知情况的存在。 它们是生活中永恒存在的一部分现实。 应对这种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在尽量扩大预测与实际可能发生情况的概率之差的同时,为自己留出即使预测错误也能从头再来的余地。 安全编辑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的一项著名概念。 它采用数学方法对这个概念进行过详细而广泛的阐述。 但是关于这个理论,我最喜欢的一句总结是它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安全编辑的目的在于让预测变得不再必要。 话虽简单,却充满了极强的力量。 在一个由概率而非确定性决定的世界中,安全编辑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容错空间或冗余空间是唯一能保证安全的方式。 而几乎所有与金钱相关的活动都在这样的世界中进行。 想做出精确的预测是很难的。 这对一个算牌的玩家来说显而易见,因为没人能知道一副洗过的牌中特定牌的位置。 未来十年,股票市场的平均年回报率会是多少或会在具体哪一天退休这样的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们最多能估算出概率。 格雷厄姆的安全编辑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建议。 那就是我们不能把眼前的世界看成黑白分明的要么可以预测,要么全凭运气。 在你可以接受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的灰色区域展开追求,才是最明智的前进方式。 但在和金钱有关的几乎所有事物中,人们都低估了容错空间的必要性。 股市分析师会给客户一个目标价格,而非目标价格区间。 经济预测者们会给出精确的预测数字,而很少给出宽泛的概率范围。 一位给出质地有声的准确建议的专家会拥有一大批追随者, 但如果专家说我们无法确定准确值并只能给出一个范围, 那么买账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在和金钱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尤其是在我们需要自己做出决策时。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思·巴泽曼曾指出, 在分析别人的房屋翻修计划时, 大多数人都会判断实际花费会超出预算25%至50%, 但如果面对自己的计划, 人们就会判断他会按时在预算内完成。 当然,结果肯定会让他们失望。 我们不愿意留出容错空间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认为一定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因此承认未来的不可知性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 第二,一旦预测成真, 你就错过了充分利用该预测去采取行动的时机, 会让自己蒙受损失。 但是,容错空间的概念被很多人低估和误解了。 人们常常把它看成一种保守型的防御手段, 认为只有那些不愿承担风险或对自己的想法不自信的人才会使用。 但实际上,如果利用得当, 容错空间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容错空间让你可以承受一系列可能的结果。 拥有这种承受力后, 你就可以花足够长的时间等待, 从而提高低概率的回报发生在你身上的概率。 巨额收益出现的频率之所以很低, 一是因为这样的事不会经常发生, 二是因为你需要时间来累积复利。 因此, 那些在策略上留出了足够大的容错空间, 比如留有现金, 让自己能在其他方面, 比如股市中承受压力的人, 就比那些一旦犯错就会输光家底, 退出游戏, 或者不得不投入更多本钱的人更有优势。 比尔·盖茨对此深有体会。 在创立微软后不久, 他表示自己想到了一个保守至极的办法, 那就是要在银行里存足够多的钱。 这样一来, 即使公司没有了任何收益来源, 我们也支付得起员工一年的工资。 2008年, 在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东大会上, 沃伦·巴菲特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 他对股东们说, 我对你们、评价机构和我自己都承诺过, 伯克希尔永远要有充足的现金, 就算到了必须要选择的境地, 我也绝不会拿一晚上的安稳诀来换赚取更多收益的机会。 对投资者来说, 需要考虑容错空间的情况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波动性的。 如果你的金融资产减少了30%, 你还能挺过去吗? 仅从数据上看, 或许你还不至于陷入绝境, 只要你还付得起日常开销, 能保持正向的现金流。 但你能保证到时候你的心态一定平稳吗? 我们很容易低估30%的金融资产损失, 对自己心里产生的影响。 你的信心可能在机会最好的时候严重受挫。 你或者你的另一半, 或许会决定改变计划或者转行。 我认识的几个投资者就因为亏损而筋疲力尽, 最终选择了放弃。 这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 数据表可以准确地告诉你资产的增减, 但它们无法体现你在深夜归家后 给熟睡的孩子们盖好被子, 纠结着自己的投资决定是否错了, 是否会影响到他们未来时的那种心情。 理论上的承受力和情感上的承受力之间的差距 是人们常常忽略的一种容错空间。 另一种容错空间是关于退休储蓄的。 去看一看历史数据, 我们就会发现,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股市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平均年回报率为6, 8%。 在规划退休储蓄时, 你会觉得自己的多样化投资组合也有相近的收益。 这当然是合乎情理的估计。 你可以用这个数字来计算自己每个月需要存多少前进账户 才能实现自己的储蓄目标额。 但是, 如果未来回报率降低了, 怎么办? 或者, 历史数据对未来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的确具有参考价值, 但你的目标退休日期偏偏落在惨烈的熊市期间, 比如2009年, 怎么办? 如果未来出现了熊市, 你出于担心退出了股市, 因此错过了一次牛市, 于是你的实际收益低于市场的平均收益, 怎么办? 如果在你30多岁时遭遇了一场医疗事故, 需要提前兑付自己的退休账户来支付医疗费用, 又该怎么办? 这一系列如果对你造成的影响是, 你无法像自己计划中那样准时退休了。 这对你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打击。 而应对办法也很简单, 在对你的未来收益进行估算时, 要预留出容错空间。 这种做法虽然是一种科学, 却更像一门艺术。 在计划我自己的投资, 我会在第20章中详细介绍, 10, 对未来能获得的回报率, 我的预估值比历史平均值第3分之一。 所以, 如果我觉得未来的情况和过去差不多, 我就会储蓄更多的钱, 这就是我的安全边际。 未来的实际回报率可能比我预估的三分之一低更多, 但毕竟不存在100%可靠的安全边际。 三分之一的缓冲空间已经能让我在晚上安然入睡了。 如果未来的情况的确和过去相似, 我会感到惊喜。 获得幸福的最佳方式是把目标定得低一些。 查理, 芒格这样说, 非常准确的一句话。 这里有一个与容错空间相关的重要概念, 我把它称为冒险行为中的乐观偏见, 或者俄罗斯轮盘堵在统计学上是可行的综合征当不利结果, 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时, 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 出现有利结果的可能性更大的现象。 纳西姆, 塔勒布表示, 你可以热爱冒险, 但要对书的金光深恶痛绝。 的确, 你应该如此。 这句话的道理在于, 一个人必须冒点险才能出人头地, 但会让你倾家荡产的风险是不值得去冒的。 在玩俄罗斯轮盘赌时, 你的胜算的确比较大, 但赌输的结果是完全不值得你去冒这种险的, 因为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情况下, 不存在任何能为风险兜底的安全边界。